高雄古山這間寺廟呢 最近這一個月 禁鄉的信徒爭桌 所以貢品當然也多了不少 結果啊 山上的猴子 就趁著這個時候下山了 躲在寺廟周遭 發現沒有人的時候 就會跑進去偷吃貢品 大膽潑猴 來到寺廟偷東西吃 膽敢打擾神明 在公桌前四處翻找 看到最愛的香蕉 馬上一躍而上 隨即到手大快朵頤 最近這一個月 古山這間寺廟 有不少信徒 準備了豐富的公平祭拜 猕猴竟然膽敢在太歲 頭上動土 親門踏戶來偷吃 猕猴又藏在屋頂伺機而動 只要看到廟裡 沒人就跑進來 廟方準備了棍棒隨時驅趕 但遇到機靈的潑猴 實在防不勝防 猕猴偷吃 網友笑稱是正版的 三道猴子來進香 不過廟方實在是笑不出來 在牆壁貼上露出獠牙的 猕猴照片 試圖嚇跑偷吃小猴 不要來犯 記者吳國珍高雄報導